步入了花甲之年的刘先生 最近发现了一个商机 建筑餐车可以在路边做生日 以前的话就是不允许在外边摆摊 喜出望外的他决定大干一场 年熟能达到五万至十万之间 就是买车的投入 不曾想 他的枕边人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我说这个不能干 妻子更直言 买电动餐车的那天 也是他和刘先生告别的日子 我就从这苦难中我要逃脱 我会看到这就是太愚蠢 刘先生不顾妻子反对执意而行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精心准备的启动资金 竟被儿子转走 我要管我姑娘要这个钱的 把你那钱都打到我哥哥卡里去了 甚至12岁的孙子也表示反对 你小孩别参与大人的事 刘先生的创业猛 为何遭到全家的反对 一辆电动餐车 为什么让这对夫妻的婚姻 形至绝境 儿子的连线 是否能解答这些疑惑 能有这样的一个老父亲 感到也是非常的敬运 为何刘先生口中对自己百般阻挠的儿子 会做出这样的评价 这辆电动餐车的背后 又藏着这对夫妻怎样的过往 调解团队将如何化解这场婚姻危机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都是输 但是我还得站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电动餐车引发的离婚危机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杨女士和刘先生 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来调解主要是 我想在苦难中解脱 因为这么多年了 一直隐隐隐隐 不想跟他过来就想离婚 他想要和我离婚 对这个事好像是 没达到那个程度 我也想征求一下 老师们的这个建议 第二件事是 我想买那个电动餐车 做点小生日 尤其我老爸他坚决不同意 买电动餐车 提到这个离婚这个事 和餐车有关吗 在这之前与这个没关 但是买这个电动餐车 他就是想法更严重 又引发了离婚这个话题是吗 对 当谈到造成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电动餐车时 刘先生非但没有懊悔 反而认真的给大家介绍了起来 电动餐车可以在路边做生日 年数能达到五万至十万之年 刘先生表示 这钱虽然不多 却能解他的燃眉之急 原来刘先生早年是做工程的 由于行业不景气 干到现在竟欠下近百万外债 出于压力 他想着在花甲之年抓住创业风口 靠电动餐车一点点把债还了 可不曾想 当自己万事俱备之时 妻子却在一旁百般阻拦 我是拿我们农村有那个土地使用证 我拿这个去 把我的地 所以说是荡出去了 就这个买车的资金得这么来 对 然后我老伴呢 他就指使我孙子把这个土地使用证 给藏起来了 这个我没指示 我孙子他不能指 他在十二 这个我没指示 我放在鞋棍上那个本 那个红本 他根本不指这玩意 你去找的时候 发现不见了是吗 对啊 后来我在他家那个床垫的边上 我找到的 找到之后 我要拿这个本 我就已经跟你说好了 我跟我姑娘俩要开车去 就这么的 我就这门我就打不开了 那门是指纹锁 他给密码变了 就还把电池去拿 房道门 屋里出去那个房道门 就开不开了 你都 就把你等于是关在里头了 是这个吗 对 出不去 先藏本 然后再关门 我说他说 我说你小孩别参与大人的事 我说你读好你的书 你最大的事 别的事你就不要参与了 怎么说也不过打开这个门 后来我居然了 我那个茶几上有两个橙子 我拿橙子打他 往身上打 打了三次好像 掉地我又捡又打 后来他也哭了 他把这个门给我打开 我孙说了 爷你整那个 我就跟你断绝 那个爷孙关系 就管穿裤衩子 等他跪多长时间 他在这坐呢 那都不行 就跪地下给他磕头 爷你别整了 爷我求你了 那都不行都挡不住 我老伴在此 动作是啥呢 躺在沙发上 只是用语言清单妙写的 说了两句 大孙子 给他开了吧 我气得心 就这么说了两句 他也没说起来 说拉我 别打大孙子 或者大孙子 你快快给你爷拿吧 那都积眼了 都要疯了 你快给他拿吧 头天我们就商讨 就说说 爷买车怎么那么的 那就说 我孙就说了 爷你为啥买车呀 咱们家没钱 你投资买车干什么呢 那你要想看 你有那这栋三轮车 你焊个价子 你也可以干呢 再说了 你身体这样也不行 岁数也不行 也不是你这年龄干的 就学校放学那个时间 顶多咱说是 能一个小时时间 你能做出多少份 就是烤面 烤冷面 反正说麻烂烫啥的 我整着车 能上礼拜坐吃 我孙说了 爷呀 谁放学 上到礼拜坐那吃去呀 不都放学 家长来接了 车来接了 不就走了吗 再说了 就在那吃 你能做几份啊 爷你没算这账吗 所以就是 他理想中的 每年有五到十万的收入 在你们看来 甚至在小孙子看来 都是觉得不可能 对对对 但是他是一想天开的事 在刘先生看来 十二岁的孙子能懂什么 孙子口中的条条是道 无非都是妻子和儿子 为了阻拦自己而叫唆的 根本不可信 下定了决心的刘先生 带着土地使用证和女婿 一起去办理抵押 不曾想 钱却被儿子截糊了 我管我姑姑要这个钱的 就把那钱的 打到我哥哥那个卡里去了 刘先生气不打泥出来 发现整个家里 竟然没有一个人 站在他这边 悲从中来的同时 更让他回忆起了 五年前的一件事 那时的妻子和儿子 也是如今天这般 给自己使绊子 我是19年对过来的 马家伙和超市 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花了六万元对过来 到一整年了 我核算一下的经济收入 麻将馆的收入 平均每月都是八千元以上 有四个月都是超万元 超市的收入 基本能够把租金 能够盯平 而且我临走之前 我跟他们说了 我说都能把超市扩大 把粮油 水果 蔬菜都进来 我嘱咐他 我说千万千万不要往出去 结果我跟儿子也说这个事了 我说千万千万 把你妈的工作做好 嘱咐来嘱咐去 能把超市兑出 他这个人就是 他的出发点是啥呢 我硬很出力 少挣钱 我也不想投入去挣钱 你不认可他这个想法 对啊 我会看他就是太愚蠢了 超市对出去是咋的呢 能证是能证 我这在我们家打麻将 如果打不上了 他上外边去玩去 而且还玩大的 等有什么事 我问他呢 打电话问他呢 在电话里就听里边 那好吗 说发财咋的 我就给别人听 我这耳朵也背 我就给别人听 我说这里你们听的啥 那不打麻将 你不打发财吗 说这句话吗 你看这我才相信 反过来他还起早的 都靠我一个人 在这个人在超市看着 我这身体也不允许 心脏病本来冠心病 孩子也都同意 就这么点 孩子们能够体会和理解到 就是妈妈是很辛苦的 这么前年 我跟他就是吃苦了 一点都不辛苦 他偏要那么说 他说不辛苦 那为什么孩子们 能够体谅他的 孩子们能够体谅啥呢 人们都有这么个说法 可怜天下 都说父母亲 最可怜都是 孩子们都可怜母亲 我说这个观点 对不对 这不是可怜的事 90%都重视母亲 眼见着生意 蒸蒸日上的超市 就这么转手了 刘先生心痛的同时 更让他坚信自己 在做生意上颇有天赋 正如五年前 买下超市时的自信 如今的刘先生 对电动餐车 也是满满的期待 可一旁的杨女士 却听不下去了 他直言 这已经不是丈夫 第一次提出创业了 这些年来 自己的小家 早就因为丈夫 一次又一次地折腾 而没矿欲下 如果咽喉疼痛 你就冲一代 咽喉疼痛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代 如果 ¿bem thai 提言 你就冲一代 yap 扁桃提言 褚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代 急性咽演 你就冲一代 急性咽演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代 咽喉疼痛 变桃提言 急性咽演 你就冲一代 帮其排 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有我 方琪集团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现在通过金视频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 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 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 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将近20年前嘛那样嘛 买客车 我们全家也都不同意 金龙快客那只马 得会抛哈尔滨的 自己还没钱 都靠借钱想买那金龙快客 那也降不过它 那可降了 完了买了 买了那年抛哈尔滨不到一年吧 也不挣钱亏本 天天亏本 他二哥说的 那就整燕机跑旅游吧 赶那年呢 勤留赶 一天没跑 完车放了二三年吧 之后卖了 这个车就买赔六十多万 亏本整车以后呢 又上德辉 开整火锅店 别说同意不同意了 那我根本一点不知道 等于房租妥了 需要我干活了 通知我了 我去干活去了 行了 我说这个不能干 我说你干啥就冒险干 干啥冒险 电车交冒险 就这么应付我 结果呢 结果这不干了也干了吗 火锅店开得怎么样 还结果咱找证明影像 我这有刷一句话 这有灯啥的 这么多老师在这 我说那缓干啥呀 火锅店的结果怎么样 干不到一年 也赔钱赔十多万 又不干了 他来我儿子说没经管好 那根本也没有人 是经管不是吗 明白 就又没干 这不是又赔十多万 事儿的确有这回事 那时他不同意 他也没事说 坚决地不反对 那谁能办过你 那只能是根本就不同意 那还得怎么样 那火锅店呢 火锅店那个 那个是那个 我儿子没经营好 怎么没经营好 那是后面 前妻要开火锅店的时候 他刚才讲的是 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是那么说 这是我一门他有啥用 我大胆子主义 我肯定承认 我也比较严重 但是不像他说的 啥事都不像他说的 你火锅店 你通过谁来干火锅店 到这来说那里 这事儿吧 你就要那么说 我也没办法 那你自己认可的 大胆子主义的表现 是什么呢 我的这个性格吧 你说啥呢 有点那个霸道 我上学时候就在心里 就是霸道 那是说这好笑 不是说不讲理 我这人特别特别地讲理 特别特别地重感情 你说我能怎么样 这一个举手就打 张口就骂吗 把你再一整还撵 这么一整 从来没有说 像人家两口之家 和气唠了咳 没有那实话 我跟你说两句好话 你听看能不能舒服点 在他面前和我们孩子面前 我都说过 在外面我也没少说 我给他打的分得这么说 也很高 这个高是高在哪呢 人好 她是一个好婆婆 而且还是一个好儿媳妇 她这人特别好 只不过是我们俩 说话语言不协调 那有没有可能也有你的问题 但是这事我也常说 我说你就听我一句话 能不能犯法 就从来 于是没有 你说的对吗 对事听 你不对 还硬听 所以说我们说 根本我就从这苦难中 我要逃脱才来的 当谈到这十几年的经历 刘先生很感慨 他表示 自己这些年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的背后 其实也是迫于债务的压力 如今的他 还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再斩下去 可他的这个想法 在杨女士这里却行不通 杨女士表示 如今两人已花甲之年 身体也都不好 更何况 家里已经入不敷出了 丈夫还要拿着家里那张 唯一的土地使用证 去背水一战 他根本不能接受 这四十多年的婚姻 于他而言 只有苦难 面对夫妻俩的矛盾现状 我们决定连线 他们的儿子小刘 试图从他的口中了解这个家庭的矛盾全貌 对 你好 主持人 小刘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 爸爸要买这个电动餐车引发的种种事情 父亲要买电动餐车 就是说初中 我说我表示任何 因为毕竟我父亲也是 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 想减轻点压力和负担 我们做子女 就是说能有这样的一个老父亲 感到也是非常的 就是怎么说呢 幸运 但是呢 我说了 我说你要买餐车这个事情 我说我肯定是不同意 但主要原因是 你看现在我父母年纪也大 两位老人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虽然说从法律上来讲 没有说负债 这一条的这个约束和规定 但是我们在保证 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前提下 那么我们有多大的能力 我们尽量去帮助老师去偿还也好 或者去处理这些问题也好 你妈妈今天提出来了 她说她有离婚的想法想分开 这个想法你们在之前了解吗 我妈妈这离婚这个想法 很多年前就有 我妈妈就考虑 这是你的事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的 应该的 谢谢 再见啊 儿子的一通电话让场上一直侃侃而谈的刘先生流下了眼泪 似乎这也是第一次他们一家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对方的心声 表面上是电动餐车将二人的婚姻逼至今天的地步 实际上是这些年的一次次独断专行一次次隐忍才将两人的矛盾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 一直于今天全面崩盘 面对场上的矛盾现状 观察员裕晨帆认为两人的婚姻行止今日 原因是刘先生性格上的一个特点 首先今天整场停下来 我个人的感觉 刘先生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其实你很喜欢做决定 而且还不是说我们常讲的男主外女主内那种 大事我来决定小事你来决定那种 其实你是喜欢决定一切事情 是这样吧 对对对 从法律上来讲的话 我们夫妻在这个婚姻存序期间 这些财产的当然都是我们夫妻共有权利的 是没有人有权利说我一个人就决定这种 特别是大额的投资 是吧 巨额的资金出路 甚至我要储置资产 就像你要卖房 你要抵押这种土地 按理来说其实一个人去处理 法律上来讲这就是不合理的 就像你要开火锅店 那你就去干活 等到最后火锅店要开了我才知道 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呢 就是放在家里就是一个做家务的身份 放在比如说放在田地上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身份 这种情绪 你说时间一长 其实那真的就是 我们叫击中难返 对吧 你能不能有这个勇气去改正很重要 就是超市这个事情 我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明显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对吧 你说超市你有什么辛苦的呢 货都是送上门的 无非就是不摆上货架而已 做的人是谁呢 应该是你的妻子 对不对 她的感受很强烈 我很累 我很辛苦 你有没有试图过 或者说你有没有真的去了解 她做的那些事情要花多少力气 或者加大多大的压力呢 你们之间这种暗戳戳的这种较量啊 一定是因为长期以来 她的感受被忽略导致的 那我很强烈的感受就是 确确实实在你们的关系当中 如果你要寻求一个根源的话 可能真正真正的 你能不能提高自己的这种 换为思考的能力 南方我特别想说 你想做生意 想烦战 这都是好事 但是你绝对不能把这个压力压给自己 甚至会转嫁给家人 特别转嫁到了你妻子的身上 刚才儿子的那通电话 我都哭了 我觉得你的儿子太好了 你看看你的妻子 你夸她是个好婆婆 是个好儿媳 是个好母亲 为什么这么好的女人 她说的话 你从来都是当耳边风呢 今天你的妻子 来到我们金牌条件 她也希望老师来分析分析 她也想离开你 想离开吗 离得开吗 她会离开吗 她能放下你吗 她舍得放下你吗 如果说你在这样一味地坚持 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最后 我是替你担心 觉得一个家庭最好的相处模式 就是什么 意识一起扛 意识好好商量 绝对不能独断专心 大男子主义 那这个全家都会陷入到一种困惑之中 大家如果都告诉你 现在介于你目前这种情况 你这个家扛得起吗 这个问题留给你 再多想一想 好吗 刘先生的想法是 我虽然前面一系列的都是输 但是我还得战 我战斗到我的最后一次力气 而且我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 所以我还得要战 不战也不行 那么我就这个问题上 我想跟刘先生重点沟通一下 虽然你很重感情 你很重责任 你很想担当 很想把家庭也搞好 把这个外面的事情也搞好 但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为什么出了问题 我们总结一下 因为你追求一个特别大而全 不允许有半点失误的东西 同时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 它受不了 所以我们说大男子主义 大男子主义 表面上看好像就是说好霸道 实际上是因为你的思维 和你做事的逻辑 你追求的东西 都是特别大的一个东西 而且特别全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从心理的角度下 我们一定要反对 大男子主义的问题所在 不是简单的说 大男子主义你就欺压了女性 那么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摆在你面前 到底我们一个人 特别是一个强迫症式的一个人 他应该去先选择 坚持我的价值观 还是应该先选择坚持这个人 就是我应该先去 关注我身边这个人 还是应该去关注 我自己身上那点 我要去坚持 把这个债务还清 我要扛这个男人的责任 那个价值观 显出一个矛盾出来 当然并不是说 这两件事是冲突的 但是要有一个先后 就是强迫症式的人 他很容易把价值 摆在人的前头 就是我宁愿不要人 包括我自己我也不要 我牺牲 我一定要坚持我的价值 但是特别是 当我们到年老的时候 我们还这么做 他敬人情吗 你现在已经 这么这个年纪了 而且你的身边的家庭 大家都在看着你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平衡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 你先选人 然后再把价值 放在人的基础之上 这个顺序才是对的 这个车买不买 问题在哪里 在我看来 不是买不买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买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如果说想让别人 听得尽自己的意见 我们首先要尊重别人的意见 然后人和 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 一件重大的事情 只要有一个人没想通 不应该马上就办 不应该把对方吼一顿 而是要耐心解释 而对方要配合 要耐心了解 今天两位来 也是为人和 所以你说这个车买不买 我听到你们讲这个孙子 提出一个好建议 就是你先弄一个三轮车 先试试 那它会跟之前的天时地利 有冲突吗 没有 它会带来人和吗 会缓解 所以小步快走 先走几个小步 后面行了快走 这样大家是不是会好一点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大家把这个事当成个事 不要简单地说 他又开始发热了 一起去了解 一起去观察 然后约好一个原则 是不是 就是还是要人和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是否购买电动餐车 根本在于天时地利人和 三者缺一不可 虽然表面上 刘先生做好了前期考察 对于电动餐车的花费及收益 都有所了解 但如果要用家里唯一的土地 使用政区抵押 这样风险太大 刘先生可以参考孙子所说 用家里的三轮车 饰演一番 用行动来获得家人的支持 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 达成人和 接下来 调节进入密室环节 密室里 杨女士告诉观察员 廖喜玉 丈夫的酱脾气 是走到哪传到哪 甚至还有个外号 他上北京就不做心脏打桥手术吗 完了北京那大夫给起的名 我们咋的都 他吃饭的时候 实际上自己都能吃了 那也自己不吃 我姑娘 侄女 我 我们几个 你拿这个 他拿那样的 围着他 给他 让他吃 一那个大夫就看住了 所以自己吃 你自己能吃 为啥还要大火呢 你这不成皇上了吗 再回到现在 我们小七也都管他叫三皇上 哦 他就是说自己我心我心 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僵 可僵 就是僵 我没说穿堂墙都不回头 你穿了害得 撞了篮墙不回头 不仅如此 杨女士表示 为了阻止丈夫的决定 就连家里90多岁的婆婆 都出动了 连他老妈90多岁 谁都不同意 不是单独 我们这小家不同意 整个我们刘氏家族 都三十来口 都全部都不同意 到这听你们老师讲 如果老师说他同意买 他就买 如果老师说没有 他不能买这个车 那他就不买 这是他说原话 首先我是肯定他这个人呢 是个勤劳善良的人 也是个诚信的人 欠了别人的钱 想来不断地还嘛 对吧 我从他的历史中 我读得懂 承担不起是一方面 主要他身体不能干了 实际上我觉得 你对他还是爱 对吧 他如果买车 我确实就跟他离婚 如果他车要不买 咱们还可以有商量的余地 刘女士直接了当地提出了 自己这段婚姻 能否存续的前提条件 那么刘先生会接受吗 密室另一边 刘先生对调解员 胡建云的建议 表示认可 胡老师说这个建议 我很认可 天时地利 但是胡老师另外讲了 人和这块你怎么看 人和这块得说这是个抽象性的东西 谁能帮我去 从我监视上的压力 人和了之后再干 你这里其实是不认可 是不认可 他们根本就不同意 我老伴怕连累他 多少他不得帮我打的打点吗 你以前做过好几件事情 其实都亏本了 而且现在签了一百多万 他其实并没有说 怕你连累他 对吧 你原本是跟你老伴来这里说 说老师们支持你就干 不支持你就反对 听老师的 也是那么熟是熟走嘴了 我在家也是那么熟 跟我老爸也是那么熟 你只是为了糊弄你老爸 我跟我老爸在家也是那么熟 不得不来呀 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只是为了做这件事情 我们得不到身边的人支持 第一个 你这件事情一定失败的概率更大 第二个 你即便做成功了 你失掉了人 你的意义又在哪里 观察员段志明这番 有理有据的分析 让刘先生陷入了思考之中 就在这时 廖喜玉找到了他 决定再好好劝一劝刘先生 刘先生是否接受呢 调解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历史环节已经结束 我们还是先回到厂上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想法 我还得回家 和我的家属孩子们 在共同与伺候 通过调解呢 他也在厂上也流泪 这么些年我没看他流过泪 我也挺感动的 我流泪你能看着吗 所以说呢 我也就是给他机会 走着看嘛 这么些年也就是走着看 如果行就继续往下走 不行就再说不行 脸之多的人 有时候 就是他的侧重点 是看他的必要性 但不一定看得到可行性 所以我们要全家的智慧放一块 不是说我有想法了 你们不同意是吧 那我就耿耿于怀 我就不理你们了 那这个叫不成熟 我是这么因为 如果家里头占一半同意的 我都支持 对 开家庭会议投票 没投过 你也别生气 投过了 咱们干 行 行吗 谢谢老师啊 谢谢你们都辛苦了 谢谢啊 好的 我听说都听老婆的话 更容易发财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调解了最后 刘先生决定回家在心平即合地开一次家庭会议 坦然地接受家人们的意见 夫妻俩同心同德 大事商量 小事分享 杂事分担 只有你懂我的辛苦 我知你的不义 这个家方能走得长远 因为我自己做金牌条件嘛 见过了很多家庭的悲欢离合 来到我们心动小屋呢 有八位 他们是有着过往的这个婚姻经历啊 或者恋爱经历啊 想要再追求下一段恋爱 想要再一次遇到那个让她心动的她 我目前离婚大概半年的时间 一年三个月 四年多一点 六年多吧 快七年了 如果我们曾经心动过 有心会意冷过 这不代表我们不能再次心动 其实婚姻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大家会更有勇气地去面对新的开始 新的未来 再次碰碰碰 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粉红泡泡 哇 这就再次心动了 我还是想体验那种感觉 又没有那种感觉 女人就不能永保青春了 你知道吗 永保青春是需要爱情的 你小心 我走在你后面 公主请住 好的 心境哪有好吗 很会说 看他俩的时候 我嘴角就没下来过 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几年吃到最好吃的剧品 那当然了 你不看 跟谁一起吃 很甜 空气都是甜的 就是说如果我喜欢他 那我肯定会主动 就是我对他一件中心的就是一件中心 他选不选择我 那是他的选择 我都尊重他 不可能停在这儿吧 就是要停在这儿 还没看够的感觉 哇 对啊 就是看这个片子 看到我都心动了 我觉得特别想参加这种类型的节目 那是咱们一起 一起去吧 而且看完真的有一种特别想恋爱了 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